2比0 来分析下两人队位当中的一些优惠 比赛一开局 安喜莹就气势如红 而戴姿影还是有慢热的习惯 失误偏多 安喜莹直接连取6分 这本语票在1981年 在1981年 亩提供 例如 1944年 比详弦 市区 一早 一早 市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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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戴夫盈也还是没有找到太好的办法 失误控制不住 11比3 安喜盈带着8分领先进入局间休息 又是一个失误 下半局开始安喜盈 还在扩大优势 分差来到了10分以上 小戴这一局基本上是交代了 最后小戴还是以一个失误告终 输掉了第一局 这对于28岁的戴姿颖来说非常不利 接下来他必须要全力去拼 打到最后体力也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球 小戴开始利用节奏的变化 来控制安喜盈的出球 这一局的开局打得还是比较胶着 这一局很棒的戴姿预防 很棒的戴姿预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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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是一个高质量的往前勾对角 让自己占据了主动 小戴手上的技术还是非常细腻 这一局很棒的戴姿预防 好球 这段时间小戴有意进行了提速 连拿了四分准备要收比赛了 没有问题 戴姿预连续的追身杀轻松扳回一局 从第二局来看 戴姿预的节奏控制的还是非常好 在场上尽量让安喜盈跑起来 然后伺机寻找突破口 收获了不错的效果 但是对自己的体能消耗也比较大 毕竟小戴比安喜盈大了八岁 接下来的决胜局对他来说是一个考验 好球 戴姿颖还是另往前球的优势 延续第二局的策略 抢占开局 这个开局非常重要 否则打到最后对他非常不利 可以回到最后的会议 然后再保持到最后 之间远的方向 然后再戦 然后再倒入 这场场 哇 哇 耶 那是在那裡 那是 有没有挑战的挑战 她只能有一个挑战 入北追平 小戴在学前休息之前 收尾没有收好 连续出现了三次失误 这可能会给下半局 决胜阶段买下隐患 missed it 戴兹颖明显有些体力透支 手上的动作变形 又出现一个非受破性失误 戒内球 小戴判断失误 这其实也是体力透支的反应 开始出现了崩盘的节奏 又是戒内球 这个球安喜迎挑战成功 连续两个压底线的球 小戴都是无奈地放弃接球 太累了 她是7-10 down nice bag 再次出现了 小戴朝银子 小戴好几次这样的情况 非常的可惜 这样安喜迎就拿到了赛点 最后一场小时 他贯穿整场的失误收尾 决胜局输给了更加年轻的安喜莹 从整场比赛来看 戴兹颖在技战术上其实并不吃亏 但是决胜局后面体能明显跟不上 这也决定了比赛的走势 所以这次全英赛两人再次狭路相逢 安喜莹能力出众 能跑能打 这是他最大的优势 他似乎也成了戴兹颖的克星 而戴兹颖要想取胜的话 就必须要减少失误 速战速决 要是拖到决胜局 对小戴非常不利 球迷朋友们 你们觉得呢